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们不管自己是大学教授 不管我是本科毕业 算是个老师了吧 但是我们任何 叫两个朋友跟我去东千湖边上逛一圈 你就跟他谈谈 你就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当中 都有在某一个方面或多或少 可以成为你学习借鉴的老师 这是肯定的 所以古话讲得好 三人行必有我师 所以人不能太自以为是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么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情况 才能够去避免真人我论胆肠呢 2006年的时候 召开了首届四届佛教论坛 开墓室在杭州 闭墓室在葡萄山 就在这个葡萄山的闭墓室上 发表了 葡萄山宣言 在这个宣言当中 提出了佛教新六合 大家说还有老六合啊 有啊 杭州有个六合塔 提倡的就是老六合 这是我们出家人团队精神的六项指标 你说出家人干嘛还有团队精神啊 哎你不知道 部队啊叫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寺院呢铁打的长柱流水的身 部队来自于五湖四海 出家人也来自于五湖四海 如果这个五湖四海来的人 脾气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口味不一样 心态不一样 那就乱成一锅粥了 那所以 出家人不好带的 那么用什么去带领出家人 去团结出家人呢 那就用六合精神来团结 因此杭州 前唐江边上 有一个巍峨的宝塔 叫六合塔 我们知其难不知其所以难 光知道它叫六合塔 为什么叫六合啊哪六合啊 不知道 今天告诉大家 身和同住 口和无争 义和同月 见和同解 戒和同修 利和同君 这个六条就叫六合精 那大家以恭敬的态度 团结在六合的团队精神的周围 我们的僧团 就会怀着同一样的信仰 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 和睦相处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退而广之 要去影响这个社会 因为我们 06年的世界伏教论坛的宗旨 叫什么 叫和谐世界 重新开始 这个心 不是新旧的心 而是心灵的心 创造一个和谐世界 需要从心灵的环保做起 从心灵的进化做起 所以提出了心六合 怎么讲呢 要人心和善 家庭和乐 能际和顺 能际关系要和顺 社会和睦 人间和美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所以从六合的思想 我们就首先要杜绝的是 是非不必争人 你再去讲 是是非非 再去论短论长 人有所长 人有所短 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伟人 有伟人的短处 老百姓 还有老百姓的长处 那我跟伟人比 已经比到家了吧 那么你想想 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不破的呢 所以 不能比 这个能比人 要气死人的 你真能我真是非 我经常讲个例子 我们您不能讲话了 某年 我一句说 我都过过明白 这就是吵架的开始语 吵架他有一个 开场白的咯 怎么开场呢 高年 我都能过过明白 他打的旗号 是要把这句话讲明白 结果吵了两小时 啥都没明白 更加复杂话了 所以说 不吵 吵一肚子气 一吵嘛 两肚子气 三肚子气 那你权衡利弊一下 我们做生意的人 算算账 合算不合算 不吵一肚子气 吵一吵两肚子气 为什么 对方不是好欺负的 你有来言 他有趣语啊 他等着你呢 你说一句话 他三句话 等着你呢 你有这个口才吗 你吵得过他吗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人 男童子 特别爱吵架 他不吵架 精神没有 你吵架 红光满面 他吵架 吵到什么境界 跑到你办公室来吵架 一边吵架 一边找你的茶叶罐头 泡茶叶 泡茶 喝一喝 来说你这茶不够好 泡着你的茶来跟你登门吵架 他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一吵架浑身多说 饭都吃不下 对不对 所以人的境界不一样 人境界不一样 但我觉得遇到吵架会多说是好境界 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坏境界啊 再过一会儿我还有理论来支持 还有理论来支持啊 那么什么理论呢 世事由来多缺陷 世界的事情啊 从来从开始啊 就是一个缺陷的社会 缺陷的世界 那你对这个基本事实 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同 你要有心理作用 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个君子的世界 因为它不完美 因为它不是君子 所以你不要要求太高 那所以世事由来多缺陷 换取焉得缅无常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世界它本身 不是不尽如人意的 所以我们要创造世界 要改变世界 我们就改造它 是吧 人心不古 我们改造人心 我们进化人心 那么进化人心 是进化别人的心 还是进化自己的心 全部都是进化自己的心 先要自觉 再去觉它 然后觉醒圆满 你就成佛了 这三步曲 一定要记住 不是先去进化别人 改造别人 先是进化自己 改造自己 所以佛教界有一句话 真认自己错 莫论他人非 他非即我非 同体名大卑 真正的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真认自己错 莫论他人非 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啊 是一种感召的力量 别人也会反省的 为什么 人心还是漏涨的 当你认识到 自己错的时候 别人也会反省的 因为这个世界啊 由来多缺陷 不如意识长八九 所以呢 我们这种虚假的身体 在这个短暂的人世间 你过分的去较真 过分的去争执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看春晚的时候 有一句名言呢 小沈阳说的 眼睛一闭一睁 一天过去 一闭不睁 一辈子过去 那么我们 啥时候一闭不睁呢 不晓得的 你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银行界朋友 你买 买买买这个 寿命保险了 太平洋能保啊 什么能保 这保的是什么 保的是死了赔钱呢 不是赔命 这保住了 我可以保十二年 保二十年 不死 谁给你保啊 这保你十二年 死了给点钱 辅慰你 辅慰一下 这不是保险 保不了险 命是保不了险的 所以说 这个换区 虚换的身躯 焉得免无常啊 你说 人一定是八十岁九十岁 才走的 从生到死啊 天天脚踩阎王路 一步不小心啊 万丈深渊 回不来了 不知道的了 所以过去 有一个渔民 跟一个农民 两个人在对话 这个农民首先问了 说你爹 死在哪里啊 死在海里咯 你爷爷死在哪里啊 也死在海里咯 那你还敢出海啊 是不是 渔民嘛 爹死在海里的 爷爷死在海里的 人家问他儿子 你怎么还敢出海啊 他说你爹死哪里 我爹死床上啊 这个很优越的 我爹死床上 你爷爷呢 我爷爷也死床上 那你怎么每天 还好 还敢躺在床上啊 哎 道理就说清楚了 道理就说清楚了 爹也死床上 爷爷也死床上 最后自己 还天天睡在床上 但是什么时候 跟爹走 跟爷爷走呢 不知道 所以我们呢 趁现在在的时候啊 要积功累得 要为未来啊 要开始准备 要打点 那要打点 所以这个 是非不必争能 我彼此何须 论胆长 这几句话 看似简单 实不简单 如果大家觉得 一时半会儿做不到 可以拿出一种心态来 什么心态 孔老夫子 七十登泰山的心态 孔老夫子 七十岁了 孔子山东能啊 山东有 冬月泰山啊 孔老夫子 也想去登 登到一半啊 老了 过去人生 其实古来西啊 实在走不走不动 过去没有所到 孔子实在走不动 最后孔子说了 高山扬子 谨行行子 虽不能自 心向往之 这孔子出口 这是哑言的啊 高山扬子 大山 一边走 一边怀着 宠敬的心情 欣赏着泰山啊 谨行行子 啊 虽不能自 我老了 七十岁的 孔子了 爬不动了 省向往自 我的心已经到了 泰山顶上了 身体还在 半三腰 我心已经到了 好 回去 那么我们对于 古圣 先贤 对我们 这个人生 态度的教诲 有些我们能够认同 有些我们能够接受 有些我们能够操作 但是对于那些 还不能认同 还不变操作的部分 我想你可以怀着 孔子登 泰山的心情去看 虽不能自 心向往之 我这个凡腐蛇 词 词还太低 暂时对这个 四百年前的教诲啊 还很难 做到这一点 但是心向往之 那今年做不到 可能后年做到 现在做不到 退休的时候 终于做到了 你的人生就进步了 那么 大家看第五段 这些亏处 缘无碍 退浪三分 也不防 春日才看 杨柳绿 秋分又见菊花黄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的美啊 这首先告诉你 吃些亏处 缘无碍 那么大多数人的 这个价值观是什么 我凭什么要吃亏啊 为什么要我吃亏呢 让他吃亏好了 我不能吃亏 所以这就是在讲能我 真能我 所以我们说 观世音菩萨 明明是一个大丈夫 华言经上讲 勇猛丈夫 观自在 为力众生 住此山 观世音菩萨是大丈夫 但是为什么 我们在普陀山看到的 我们在小普陀看到 观音菩萨都 献女生 因为天下慈母 天下慈母 不论是非 不争人 忍我 不怕吃亏的 只有妈妈对孩子 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因为养孩子 如果照吃亏不吃亏算啊 那还是养猪划算了 对 猪大了还能卖肉 儿子大了卖不了肉 有的养个逆子 气死你啊 气死你 那过去有个故事叫墙头记 老大叫大乖 老二叫二乖 名字取得很好 可惜不乖 最后说老大吃半个月 老二吃半个月 那一个月三十一天 多一天 怎么办 老大跟老二家当中 隔着一堵墙 老妈妈骑在墙头上 就骑在墙头上 老大也不要 老二也不要 今天都不归我管 那就骑在墙头上了 叫墙头记 你生儿子生到这个程度了 那是不是还是养猪可算了 那么我们说 母亲对孩子有这份好 孩子对母亲有这份好吗 妈妈在外面吃到的好东西 咬一口这么好吃 我包回去给我儿子吃 这个都发生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了 妈妈也用不着包东西给孩子吃 但是我还遇得到 我在普陀山有时候拿一些供过佛的糕点 给那些年轻妈妈吃 有些人就马上就藏在口袋里 说我带去给我儿子吃 我看到了很感动 马上一定再给他一份 你这一份带去给孩子吃 这一份你自己吃 你自己一定要吃一个 但我觉得如果有个孩子 他在外面吃到一个好东西 会说这个我妈妈肯定很爱吃 我把它买去 我觉得这个母亲太幸福了 真的生到了一个好儿子 那这样的好儿子能不能多一点呢 我相信慢慢会多起来 人是靠教化的 什么叫教 小之以礼为之教 什么叫化 动之以情为之化 所以教而化之 所以我们一定 大家要多听佛法 听佛法就是 净化心灵 祥和社会 我想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家庭 对我们的人生 是绝对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这里讲 只有父母在子女面前 是最愿意吃亏的 那不求回报 那么我们把这种慈悲的母爱 把这种崇高的胸怀 能不能做些提升 做些扩大 所以有一首歌唱的 当世界能能充满爱 这个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 对不对 我们听这个歌的时候 你说有感悟吗 有感悟 会感动吗 会感动 唱完就结束了 唱完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个 学雷锋也是 过了这个季节 雷锋就没有了 就学雷锋那一天 什么摊头都出来了 两个血压也是免费的 那学雷锋的日子到了 过了第二天 就雷锋同时说没户口 说三月来了 四月走 他就到了 这个月份到了 他就来一下 最后雷锋又走了 那么我们要把雷锋 永远让他定居在这里 常态化 长期化 经常化 那就变成 唯有办法怎么办 能不能变雷锋 做不到一个大雷锋 也做点小雷锋吗 是不是 所以先吃点亏 雷锋最吃亏的 出门几千里 好事一火车 怎么会不吃亏呢 做好事肯定要吃亏 做好人有时候也要吃亏 但是 大家要记住 吃亏是有负担的 你不能说 底温几千里 有时候必有所得 吃亏是福 有时候有得 风水轮流转 明年我到家 因为你行善 皆得做好事了 命有几兆 向随心转 修心补相 相也越来越好 命也越来越好 你家风水也会好 这样的话呢 不怕 那所以啊 表面立即 以最终还自立 那表面现在我吃亏 我是立了别人了 最终还自立 所以我们记住一句话 恶人 人怕 天不怕 善人 人欺 天不欺 我相信 昌天是公平公正的 因果报应 是公平公正的 所以退让三分也不妨 我还是要讲这个故事 因为有些朋友听过 我叠片的听过 没听过叠片就不知道 这个故事太有教育意义了 清朝乾隆年间 大家有看这个 什么康熙威夫斯坊记 里头有一个大学士张廷玉 那是内书房行走 很厉害 张廷玉家里出了一件事情 可能是他哥哥 老家哪里呢 安徽同城 吴童树的安徽同城 那么清朝没有宰相 没有宰相 你说刘罗郭不宰相 相当于宰相 没有宰相这个职位 说清朝宰相是谁 没有 内阁大学士 军机处行走 这就相当于宰相 因为他替皇帝处理政务 军机处 军政大权他都过问 所以相当于宰相 所以在清朝 不会是一个宰相 两个宰相的 有一帮宰相 就皇帝身边的内阁大学士 那么 这里头我要讲到了 张廷玉家 那就相当于宰相家了 结果三安徽同城老家建房子 跪了一堵墙 吵起来了 你争了我的地 我争了你的地 那你说宰相家里的人会怕你吗 这种人脑子拎不清了 人家打狗看主人 我家都有宰相 你还欺负我 写了一份家书就送到北京 那也带有一点挑不离间的话 意思说你得 好好的过问一下 你大学士给这个县令打个招呼 县令马上给我摆平啊 谁还给我家增强啊 这个从北京到安徽几千里路啊 那不是现在能够坐飞机坐动车的 多辛苦啊 赶过来写了一份告状书 那 这张廷玉家里的兄弟 这可能不是讲张廷玉 张廷玉的一个哥哥 了不起的人物 也是个大官 拿起笔就在这个信上面 批了一首诗啊 千里头书只为墙 那一千里头书就为了墙 让他三死又何妨 万里长城经由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个多高啊 这境界啊 宰相度里能撑传 体现在哪里啊 就体现在这里 那么 这个家人看到这封信啊 也是惶恐万分啊 回去就主动退后三次 那么人家一看 我说是去告官去 到京里去了 也瞎得之哆嗦啊 斗不过他们家的 知道他们大学是家 怎么回来不但没给我们炒 没给我们老 还倒退三次 有境界 肯定是个宰相都里能撑传 教育过他们了 那么我更应该也要退三次 最后他们也退三次 当中行持了一个象 叫六尺象 现在还在啊 成为千古美坛了 那千里头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经由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你想想这首诗啊 这种人生态度 所以汉山大师讲 春日才看杨柳绿 秋风又见菊花黄 一年当中 春天杨柳绿 我们东千湖天天见杨柳绿 到了秋天又见菊花黄 光阴快不快 我们平时说 过了春节 那就五一了 过了五一就 这个过庆了 过庆过来又可以看 赵本山小品了哦 可赵本山小品一看有代价 一睡又没了 等着好了很快 上一个小品还 这个鱼鹰落凉啊 还怎么说 还记得自己怎么笑的 都还好像就像昨天 还刚看过 又要有新小品看 快不快 所以我们看看小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算来能命不如草了 你能够春风吹又生 能够吹几回啊 是吧 草能够永远的 春风吹又生 春风吹又生 这么撑下去 你吹一吹 吹个吹个老 最后就吹不起来 所以李白讲了一句话 高堂明镜 背白发 朝炉青丝 暮沉雪啊 高堂老母在那梳头 背着一个明镜 梳着头就哭了 背白发 想想我年轻之后 妈妈也从十八九岁过来的 朝炉青丝啊 就像早晨啊 还是黑头发 到了晚上啊 就朝炉青丝 暮沉雪 到了晚上就像下过雪一样 雪白的了 这个老母亲照镜子 看到自己的白发 想到自己的青年 那么我们呢 我们想想读小学时候 读大学时候 那怎么样一张脸呢 现在怎么样一张脸呢 所以我们说 人生啊 无常 换取焉德 免无常啊 我们中国佛教有个著名高僧 民国年间 太虚大使 临终前啊 跟一个朋友讲 说我啊 很想到这个 无锡长洲去走走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生病 再过一段时间就去世 后来这个朋友啊 赶来这个祭奠 这个祭奠太虚大师啊 就跟人家讲 哎呀 真难过 真遗憾啊 大师 健在的时候还跟我讲啊 他想到无锡长洲走一走 没想到无锡长洲没去啊 人已经不在了 人家聪明人跟他讲了 大师不是已经预知给你了吗 无锡长洲啊 加起来就是无常两个字啊 哎 大师要入无常了 要去看看无常了 怎么是要到无锡长洲去呢 果然太虚大师火化之后啊 心脏不坏 那 说起来又想讲笑话了 就能火化吗 骨头都烧松了 怎么会心脏会不坏呢 我见过照片 太虚大师烧出几千颗舌粒子 整个心脏放在一个盆子里面 就像一个基金体一样 就一个心脏 那么这个是我看到的照片了 太虚大师是1948年 在上海玉佛寺原记的了 这都是不是什么神话传说了 那我讲一个我亲眼看见的 我的师父上误下道老和尚 误道法师 可能在座有人认识 心脏大福寺的方丈 他在戴山极乐寺往生 85岁往生 无济而终 没有生过一天病 中餐的时候吃好饭 睡午觉 老人家都要睡午觉 每天睡午觉前 要吃几颗维他命 已经吃了好几年了 吃维他命 唯一的与众不同 就是那一天 把药放在他的手里 让他吃维他命的时候 他看了半分钟 问旁边人 我还需要吃吗 人家说 有趣有趣 食物给营养了 营养拼了 好个好个好 吃下去 这是唯一的一个预兆 就与众不同了 平时天天在吃都吃 就这一天 他看了半天说 我还需要吃吗 要吃的 好要吃就吃 躺下去 念着佛就往生了 等下午三四点钟 老师屋着 我能搏器 就咳咳咳咳 哎呀 不行呢 往生了 自在往生 无济而终 没有生过一天的病 我师父 今年去世 明年第二年火化 烧出三百颗舌粒子 最神奇的是什么 我师父晚年手里 带着一个 玉琢 带个玉琢 老山玉琢 最后啊 铁门都烧红了 骨头也烧酥了 就是这个玉琢 完好无事 现在还供奉在 戴三极乐事 因为我们讲玉石俱焚啊 玉石在高温下会爆掉的 石头你去烧一烧 也会爆掉的 是不是 玉石在高温下 烧出舌粒 三千颗舌粒子 这个玉琢完好无事 这都是灵异现象 所以太虚大师的心脏不坏 这个憨三大师的漏身不坏 乃至我师父的玉琢不坏 都是一种感应 所以佛法是充满着 不可思议的一种灵硬力在里面 那给众生做一些见证和榜样 因此呢 我们讲 刚才讲 人的生命活不到一百岁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 年过半百 好像五十岁 好 就到人生的一半了 实际上我们讲 年过四十啊 黄土到腰 那黄土到腰 四十岁以后啊 差不多黄土到腰了 虽然我们说我们生活质量很高 我们能够活八九十岁 我还有四五十年 后四十年跟前四十年是两回事 前四十年你是什么胃口 你是什么经历 你是什么心态 你是什么身体 你是什么面孔 你去照照镜子看 看看照片 三十岁时候怎么样 二十岁怎么样 今年四十多怎么样 将来五十会儿会怎么样 这个人生焉得缅无常 春日才看阳柳绿 秋风又见句话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我们要有感悟 要有感悟 不要不视如山 真面目 只原生在 此山中 有时候要留一半 这个清醒 一半醉 但是我觉得现在 清醒的时间少 醉的时间多就不好了 还是要醒的时间多一点 醉的时间少一点 所以汉山大师给我们 写警示歌 我跟大家讲几次歌 大家看第六段 龙华中世三根梦 富贵还童九月霜 老病生死谁替得 酸甜苦辣至成当 什么叫龙华 龙是龙药 华是奢华 那龙药 而又华贵 而又奢华的日子 和享受 这是我们都期盼的 我们都期盼的 但是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能够活九十岁 是大家的造化 活不过四十岁 是某些人的悲哀 人生没有公平可言的 要说公平 只有因果报应是公平的 剩下的都不公平的 富贵的人是这么的富贵啊 他一个小时挣来的钱 抵得过你挣一年 他一小时的进账 抵得过我们很多人挣一年 没钱的人是这么的没钱 我们居然听说在西北地区 什么几个人拼一条裤子 我都当传说听 但有人再三强调是他亲眼目睹的 就在这几年还有 那所以我有印象最深的十年前 我看过一个地方 就在中国的广东省 广东在我们心目中啊 是非常发达的沿海发达地区 但是居然广东有一个穷县 在清朝的县制当中 讲说是天下之穷县也 清朝以来就一直穷的 到现在没有改观 深年前是什么 我见到一个记者去采访 一个老头长得很矮 我印象很深刻 这老头抽这个香烟 是捡来的香烟 这个卷起来的 抽着香烟 打手指甲的手指甲这么长 所以我印象很深 他这个手指甲抽烟 这个有个这么长的手指甲 问他 阿伯啊 你现在饭能吃饱吗 他怎么说 我活这么大年纪 没吃饱过饭 八十来岁 一个天香烟还在抽 饭他没吃饱过 你想想 这个世界上 有荣华 有贫穷 那我们不讲贫穷 贫穷是一场闷 是一场恶闷 富贵是不是闷呢 富贵也是一场闷 龙华中士三经梦 这多音字 又念登根 又念经 打经 三经天 经是这个读音比较标准 龙华中士三经梦 什么叫三经 深夜十一点 到凌晨一点 我们说的指食 指舞之交 这个时间点 三经 那么 四百年前 三经们 四百年后啊 三经是吃夜宵的时候 是这个正式 这个跳舞跳得好的时候 还没回家 有的人说 我刚出来 深一点 刚发动 刚出来 夜场开始了 晚上深一点 那这个三经梦 三经不做梦了 现在人不做三经梦 可能做四经梦 五经梦 那意思大家知道 但是我在这里也是 告诉大家 多谓老中医 告诉我 人啊 这个三经的时候啊 是补血的 养肝补血 所以我们如果长时间的 长年的 都在一点以后睡觉啊 身体啊 肯定不好 包括我本人 也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希望呢 大家共勉 共勉 那尽量的把时间 要放到十一点前睡觉 因为十一点到一点 这个睡眠段是养肝的 肝能造学 肝能解毒 平时喝酒的朋友 酒精都是伤肝的 你又伤他的肝 又不让他休息 都要到两点休息 三点休息 你怎么能够健康长寿呢 好 所以啊 心里面老想着想 多活几年 我生活改善了 我都做老总了 是吧 所以还想多活几年 做的事情呢 都是短命事 那所以我在这里 就是也劝自己 也劝大家 要长寿 要多吃素 要多放生 还要找好一个时间点 找休息 那么这个富贵啊 什么叫富 有钱为之富 什么叫贵 有权为之贵 那么有钱 有权 就是富贵中人 反正我们今天做的 都非富皆贵啊 都很好 幸福人生 需要带来佛家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 主办单位 给我做了一个 很好的牌子 智慧人生 所以有没有 跟我的讲题有冲突啊 我们讲的都是 佛法的智慧人生 我这里讲的 佛法的人生 态度 带人节悟 就是用佛家的智慧 引领你 走好你的富贵人生 但是佛要告诉你 这个人生的富贵啊 是像九月的霜一样的 那秋霜冬雪嘛 秋天是霜 冬天是雪 总之啊 天也空 地也空 众生忙碌在其中 楼也空 房也空 换了多少主人工啊 你说买房子 还是产权房 你产权几年呢 有的七十年 有的九十年 没听说超过一百年的 所以楼上也不是你的天 楼下也不是你的地 你住在三层楼 住在五层楼 房子有十二层楼 那么你买了个什么呢 告诉大家 你不是买了块地 也不是买了个房 你买了个居住空间 你在空中 箱在那个空中 掉在那里 这一块是你的 那天也不是你的 地也不是你的 你就掐在当中 买了个居住空间 那所以啊 人生匆匆如过客啊 大家请我来 很多我的徒弟盼着我 师父到我们宁波来走走 我们老是宁波徒弟 到普多山看你 你也不来宁波 看看我们徒弟 哎 今天我来了 那么我 大家说今天来 明天走时间太短了 住个三五天最好 是的 住三五天 是做客 大家在这个人间 住三十年五十年 住个七十年八十年 从理论上讲 也是在做客 我是到这个东前湖 做短客 你们到宁波来做常客 但是还是一个客 到时候啊 后面讲了 生前枉费心千万 死后空磁 手一双啊 走了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但是有东西带去 万般带不去 唯有叶随生 你种的善叶 种的恶叶 统统带去 所以 要大家现在就是说 趁早 您不您过 清早无量了 过您出位 过您保 过您许安 过您好 要休息 今喜而有鬼 我喜而有鬼 通通有鬼 为什么 切身利益 今生是我的切身利益 来生就不是你的切身利益了 今年是你的 明年就不是你的了 今年要管 明年也要管 今生要管 来生还要管 当然这里头有个前提 你相不相信有来生 我们买社保 买衣保 搞远 搞投资 是因为我相信 我还有个后半生 如果你不相信有来生 那无所谓修行 如果你相信人死之后 是有来生的